我的表演课的这个系列就是吓死我啊 就是我每次上完课 就是想到哪儿就说到哪儿 就是我怕忘记 所以我一下课就说说说 希望不会让大家听得稀里糊涂 今天是1月23日 是大年的初二 在美国的大年初二 在中国的话已经进入了大年初三 的凌晨 现在是早上的八点多 刚刚送完孩子 因为今天星期一嘛 要上课 然后起得有点晚 然后我就在家里面没吃早餐 所以我现在在麦当劳 能看到吗 点个早餐 然后马上去上课 上我的表演课 所以今天的话 我不知道路上会不会很堵 如果很堵的话 估计也会迟到那么一点 今天麦当劳 点早餐的人也特别多 上个礼拜四 纽约的短片的callback 跟导演聊了很多 然后做了 他给我做了两次 就是有一次要 他有调整一下他的想法 有两场性 各试了两次 感觉上还可以 就是还基本OK 然后跟导演聊的也还不错 对这个人物啊 和导演的整个剧本的想法 和我的一些建议 导演的过程还挺好的 我不知道最后结果会怎么样 不太去想 但当然很期待 如果有可能去纽约拍片的话 我会很开心 还有就是这个周末的话 就是准备春节的事情 这晚上跟朋友一起在外面吃的大年夜饭 然后大年初一拍了下照 然后带孩子去滑板 也排练了一下 也乐队排练了一下 大年三十的时候 我们玩了什么游戏 就是除了吃饭聊天之外 我还拿了十几 每人一张呱呱乐彩票 这是新年的呱呱乐彩票 最大奖是888 然后十几张我们都刮下来之后 好多 我有刮到一张是 888有两个 但是你必须得有三个才中奖 然后我们当中十几个里面 当中只有这两个属于是一个小奖 就是换一张新的彩票 这个ticket有三个嘛 其余的十一张都没有中奖 我儿子去上滑板课的时候 给那个教练送了一张 结果晚上他发instagram 说他中了8块8美金 很吉祥的数字啊 在美国过新年就 就大概就是一个大年三十和初一 稍微有一点感觉 然后之后就过去了 很简单 刚刚下课 今天上课 直到了五六分钟吧 我一进去感觉有点紧张 可能是休息了几天 然后要重新 马上要面对 有可能要上台去 做那个练习 就是要 面对一个 你想要说话的人的这个练习 所以我感觉有点紧张 然后但是我们一开始是 reputation 就是重复重复这样的练习 然后练习当刚刚没多久 就是我有一个同学叫Eric 他就感觉到哇 好 就是觉得 哎呀好难 就是他有点不耐烦 和那种感觉到很困 很困扰 然后就把衣服一脱丢到一边 然后他就说 哦我我做不了 我做不到 我我我吃这个 这不行 这个我做不到 呃 其实我特别理解他的呃 感受 我们当时有一次 私下有过聊天 就是说 他说啊我没办法跟上 别人的那种反应 好像每个人都很会说 会用很多词 用很多词汇 他说我根本没有词汇 然后我当时我也跟他分享 比起他来说呢 我就更没有词汇了 因为我是呃 英语不是我的母语 而且的话英语也很糟糕 所以的话很多词 我甚至连听都听不懂 更不要说呃 要说多好的词汇来去反应 啊然后他说我也跟不上 我那么快我也跟不上 哦我就 嗯一开始不太理解 后来我其实慢慢理解了 就是老师后来就跟他 啊啊就是 跟他就是跟他解释吧 然后他还有一开始有点抵触 后来慢慢就是其实就说得很明白 让所有的同学应该都比较明白 这个reputation的最主要的精髓就是repeat 就是很简单你不要去想 你就是做到不要去想 这位同学和和我呢就是想的太多 所以第一个是想呃我要怎么样反应会更好 我要怎么样去回答我怎么样去重复会更好 或者说我去怎么去说对方的behavior 说的更恰当啊用什么词会感觉更差更好更更有效果 呃或者是为什么在想啊为什么别人那么快我做不到那么快给自己啊造成了压力 其实这些都是自己给自己的压力 就是这个课程的目的就是让你就简单的重复 你在重复的过程中你就会慢慢的感受到这个课程 这个练习给你带来的power啊 因为你机械的重复的时候 你会进入那种状态 对对方的一种呃专注也好 对方的一些当下this moment的这种感觉 就是对方的呃behavior你才能感受到 要不然你不断的去想然后再思考太多东西的话 那你就会没有办法集中你的精力 还有一点是关于reputation的三个变化三个过程 呃上一节课 上一次视频的时候我把第三个忘了 第三个就是那种强调 就是比如说嗯你说you are tired 对方没有多大反应 so I'm tired you are tired 然后或者他根本没有在意 或者没有反应过来 你再说you are tired you are tired 这样强调你要表达的东西 是第三个变化就是让别人哦引起对方的注意 或者说你强调啊这个事情你所想要说的一个重要性 然后接着第二个环节就是重复上一节课的那个叫做imagination 请一位同学坐在你的面前然后把它假设成是你想要说的对象 就比如说啊我想跟我老婆说那我要找一个同学坐在我面前他不用回答我任何问题我就对着他说然后把他想象成就是他是这个听的人 那今天有大概三位四位同学在分享吧他们都说的很感人我就是非常感人就是非常touching就是真实感就是说来说去就是真实 你真实的你的表演就是完美无瑕的如果你是不断的去在想象这个表演然后去做的话那你这个你这个就就别能看出来你是在设计的你是在表演的 所以老师也强调了一点就是你要不要想也不要演 不要去尝试把事情讲得很生动而是去讲一个真实的事情和真实的情感去从发自你内心你想说的东西你想要就是真实的东西 我想这样去做的话你自然就是一个完美的就是你个人的这样的一个独白 就是你个人的独白就是大家都所有的同学都很认真听非常专心的听这个同学在上面讲 那你看到他们的样子和讲出来的东西就是一个完美的那种独白 所以这个课程真的是非常的能够做这样的一个就是对话表白的这种monologue的形式的这种东西会很对你去强化你这个角色的人物很有作用 我在上周四做那个callback的时候我为了去强调这个人物我就自己给自己录了一个视频就是我也像现在一样就是我边录边讲 我就假设我就是那个人我就用我就用那个人的我以那个人的身份在讲自己的自己的事情就瞎讲就瞎讲 比如说我说呃我说我我多大了我什么时候来的美国我为什么做了这个生意我这个生意的情况怎么样 然后我老婆又是怎么样然后呃当我女儿她被名牌大学录取了我的反应又是怎么样 我老婆的反应又是怎么样我针对老婆的反应我的反应又是怎么样就是 就是就不断的自己去重复这些话啊去扩展就是啊甚至表示就是说啊我我我现在就是有没有钱 我能不能供得起我女儿去上这个名牌的大学 然后我的问题在哪里我我心里在想什么我想做什么就就就通过这种面对镜头也好就自言之语也好就不断的去讲讲讲讲就强化了你对这个人物的形象 就是慢慢你就你就就了解了你这个角色你自己你就慢慢就跟他联系起来了就好像我们做reputation的时候经常会说到两个人在重复重复重复说到了就是大家就感觉到呃有联系了这时候我们就会说you're connected you feel connected you conne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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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了这种感觉有了这种感觉的时候有了这种感觉你就自然会出现那种behavior那种状态有了那种状态之后你就有了那些语言所以所以有时候通常很就我刚开始也会第一会想到哦台词怎么背怎么说好这个台词其实这个台词是它的背后是这个人物的动机 所以它的性格它的性格它当时的情况才会有这些台词但是如果是最初级的话就是你是看到台词然后再去想象它所以的话你要首先要懂这个剧本导演的用意它的想要表达的东西 然后这个人物然后这个人物然后这个人物的处境它的人格特点它的性格它的呃它的工作状态它的生活状态它的经济状况它的身体状况所有的跟它有关的情况你是不是就是给它有个设定而且有个比较正确的设定有了之后你那些台词就非常简单 你都自己都可以说出来而且是跟这个演员是相联系的而不是说一个某个名演员的台词套在你身上而是你自己跟这个角色有联系的啊我我我这个我的表演课的这个系列就是吓死我啊就是我每次上完课就是想到哪 就说到哪就是我怕忘记所以我下课就说说说希望不会让大家听得稀里糊涂我我也希望以后慢慢越讲越好让大家能够有个清晰的这种呃接收的信息吧好了拜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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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